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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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日常工作 每日都是協助姑娘 照顧病人 餵食、換天、洗澡 餵病人要小心點 有些人吞煙很慢 要很小心餵他 吞他吞完一口再給他大二口 有些婆婆又不肯吃 你又要哄一下他 要哄一下他 跟他講一下 你不吃就很難出院 他說那些不好吃 我們會先給蘋果蓉哄一下 我說這些是好吃的 很多婆婆都喜歡吃的 換片都要注意 有些婆婆長期睡在那裡 很容易生壓瘡 我們每一次換片 都會幫她轉身 預防她生壓瘡 因為我們是做中風病房 我們每天都要跟病人去做運動 去做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每一個同事進職 都有師父大教 得到師父和同事的鼓勵和支持 因為我們最初進來的時候 都是羊羊都不懂 每一種都要學 他們會給我們機會 會包容我們 所以我們慢慢都會好 又得到家人的支持 因為要二四四四輪間 有時是回早 有時是回眼 又得到家人的支持 又得到同事的支持 慢慢就融入了 我剛開始轉去康復病房的時候 真的遇到一件很難忘的事 我們那裡是中風的 康復科 所以有一個患者是男的 他一進來就愁眉苦臉 我們跟他說 你為何很不開心 他說他自己 之前還沒中風的時候 每天都跟老婆一起游泳 突然之間有一天 自己中了風 半邊身動不可以 進來之後 真的很不開心 我們有時有空 跟他聊天 開街一下舉 我們說 你不用擔心 這裡有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做 很快會康復回到出院 之後他真的很努力 很努力地做運動 之後他真的 自己可以拿著解掌 可以走出院 臨出院的人 跟我們說 真的很感謝你 我們當時 初初進來不開心 之後我看到自己 可以拿著解掌 可以走出院 真的自己覺得很開心 我們病房那裡 鐵滿很多 出院的時候 病人寫回來的感謝信 最後這件事 我們覺得很難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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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